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误判形势 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汇国共识 践踏多边贸易规则 损害中美两国利益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拖累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完全是损人害己 丝毫不惧建设性 中方对美方这种赤裸裸的贸易霸凌行径和极限施压做法 表示坚决反对 完全不能接受 我这里要再次提醒美方 中国根本不吃威胁恫吓这一套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 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如果美方执意将有关的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必将继续坚决采取措施 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 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命令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 包括将公司从中国迁回美国 对此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美经济脱钩不是缓解中美经济摩擦的良方 更不是解决美自身问题的出路 中方望美方三思而后行 切勿意气用事 中美建交40年来 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 势必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危及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这种做法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 与自由竞争的规则相违背 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相违背 必将遭到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耿爽表示 今年一至五月 德国 韩国 日本 英国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100.8% 88.1% 18.9% 9.2% 欧盟对华投资增长29.5%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所谓美国企业撤出中国 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 而不是务实举措 即使现实中发生 自然也会有别人来填缺补胃 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美国 所以最后我这里还要强调 中美经济脱钩根本就不是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良方 更不是解决美国自身问题的出路 还是那句话 与中国经济脱钩 就是与机遇脱钩 与世界脱钩 与未来脱钩 我们奉劝美方 要多多听取各界意见 算清利弊得失 务必要三思而行 切勿意气用事 近日美国各界纷纷表示 反对加征关税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前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莫斯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的经贸摩擦 正在将美国经济 推向经济衰退的边缘 美国挑起经贸摩擦 是损人害己且愚蠢的做法 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 于8月18号公布的一份联合民调显示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加征关税 支持自由贸易 我们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贸易摩擦开始以来 其实有很多的美国政客 加大了对所谓对华强硬 所谓加征关税必要性的宣传的力度 但是尽管如此 在美国反对加征关税的声音 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 较贸易摩擦开始之前 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了13个百分点 当然这些反对的声音 来自美国的各行各业 比如近日 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 前财政部部长萨莫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加征关税正在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Dios特别人 更多知选与美国内的价格 。 中国的贸易资料 时间处于贸易资料 美国内预测的热 grund 这位哈佛大学前校长还指出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那么美国经济下一轮的衰退周期 可能提前到来 我认为我们在最好的是痛的 现在在五十五年两年 我们将在的现状态 以下的状态 我们将在中国的叛arem 和喜ulate 划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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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谈定目的 yr至于质量的会员 我们将在最好的叛标 现在我们将在最好的叛标 ym性和尝通的叛标 我们将在简单上述 这是个货金的叛大 但少许对于它们的关系 但有序大的关系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狠狠的交易争争 就新增了数百个起火点 目前巴西军方还出动了两架C130型大力神运术机 参与到灭火当中 每一架次可以运送1.2万升水 连日来亚马逊雨林大火 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与会各方就向巴西提供援助 基本达成一致 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七国集团成员基本达成一致 同意向巴西提供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紧急救助 用于亚马逊雨林的灭火和保护工作 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诺 英国政府将紧急筹备出1000万英镑 用于帮助巴西修复亚马逊热带雨林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也表示 加拿大将向巴西派遣消防飞机 帮助扑灭大火 并将提供1500万家园的援助 对于国际社会的援助 巴西环境部长里卡多·塞勒斯26号 在圣保罗表示 欢迎七国集团的相关决定 另一方面大火持续肆虐 巴西方面已着手进行调查 巴西司法部长莫罗表示 根据总统博索纳罗的命令 巴西联邦警察从25号开始 对巴西亚马逊雨林可能发生的人为纵火 进行严格调查 博索纳罗要求 严厉惩惩故意纵火者 在本次火灾较为严重的 巴西东北部帕拉州 联邦警察正在重点调查 本月10号发生的一起蓄意纵火案 当地媒体报道称 帕拉州10号发生一起 有组织的森林纵火事件 与此同时 灭火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巴西空军公布了25号的灭火视频 两架C130运输机 目前在巴西西北部的 朗多尼亚州的亚马逊雨林 执行灭火任务 视频中看不到明显的着火点 此外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宣布 他已亲自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话 就请求灭火援助进行了沟通 以色列同意派专门的飞机 参与巴西亚马逊的灭火行动 为期三天的2019年 七国集团峰会 与当地时间的26号 在法国的比亚里茨落幕 虽然东道主法国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峰会取得的实质性成果 依然寥寥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 已经与美国就数字税征收 达成了协议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辞 却略有闪烁 那么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CNBC财经评论员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 在结束几天的会议之后 G7峰会的东道主法国 是在周一发表了一份 简短的声明 但这并不是以往 每年会议结束之后 都会有的联合公报 那么从这一点不寻常之处 也可以看出 本次G7峰会的分歧之大 事实上本次会议被认为 是最近几十年以来 G7国家分歧最为明显的一次 不论是在贸易汇率 还是政府支出 还是英国脱欧 以及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与会各方都很难达成一致的观点 那对于分歧如此之大的 本次G7峰会来说 法国和美国就数字税问题 达成协议 可能是极其少数的几个亮点之一 那么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和美国已经对科技公司 征税事宜达成了协议 据悉根据协议条款 法国将会向被课税的科技公司 偿还其数字税与经合组织 正在制定的计划机制 所征收的税款的差额 但是我们注意到 特朗普则是回避了对协议的直接讨论 也没有向现场提问记者直接确认 双方是否达成了协议 而据CNBC报道 那么特朗普在另一场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联合发布会上 则是说美国和法国 接近就数字税达成妥协 同一场发布会上 默克尔表示希望经合组织 能够在明年就数字税问题 达成统一的解决方案 那么根据数家外国媒体报道称 欧盟正在计划推出一个总规模 约为11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以投资欧洲公司 帮助他们追赶上科技巨头们的步伐 伊朗外长扎里夫25号 突访七国集团峰会举办地 法国比亚里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在26号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扎里夫此行富有成效 阿里拉比埃表示 扎里夫的访问和七国集团峰会 没有交集 伊朗也没有参与到 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中 当地时间26号 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前夕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 马克龙说 鲁哈尼表示 愿与特朗普举行会谈 希望鲁哈尼和特朗普的会谈 在未来几周内举行 马克龙还说 希望美伊之间能达成协议 法国愿为此发挥应有作用 特朗普则表示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他愿意接受法国的提议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 另据伊朗官方媒体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鲁哈尼26号在一场公开活动上 发表讲话时说 如果与某人会晤 有利于伊朗国家利益 以及问题的解决 他愿意这样做 此外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 还宣布 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 邮轮上的原油已经售出 并表示 邮轮的行程会由买家来决定 伊朗并不清楚邮轮的目的地 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 原名格雷斯一号 邮轮上装有价值 100万美元的伊朗原油 先前悬挂巴拿马国旗 并在7月初 被直布罗陀当局扣押 本月18号 该邮轮更名 并改为悬挂伊朗国旗 随后驶离直布罗陀港口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在26号正式宣布 将把印尼首都 从雅加达 迁至东加里曼丹省 那么印尼政府就希望 在2024年 能够开始分阶段的迁都 佐科在总统府 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印尼政府经过 三年的研究决定 新首都的理想地点 位于印尼中部 在东加里曼丹省港口城市 巴黎巴板 和该省首府 三马林达 两个开发程度 较高的城市之间 在地理方面 具有战略意义 risiko bencana minimal 佐科说政府 政府已准备了十八万公顷土地 用于建设新首都 整个迁都计划预计耗资 四百六十六万亿印尼顿 约合人民币 两千三百三十七亿元 其中 百分之十九的资金 将来自政府预算 其余资金将来自 私人直接投资 国有企业或公司合作 佐科表示 印尼政府当天 已将迁都研究结果 报送国会 希望能够获得通过 佐科还说 印尼政府将立即着手 准备相关法律草案 提请国会通过 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表示 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 将从即日起 正式开启迁都筹备工作 计划在2020年前 完成设计和法律的制定 2020年底开始施工建设 2024年前开启迁都程序 印尼当前的首都雅加达 是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也是全国最大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 由于人口激增和缺乏合理规划 正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 地面下沉 城市内涝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印尼政府表示 将继续把雅加达 打造成印尼的商业金融 贸易和区域国际服务中心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尽管26号早上 热带低压白露 已经是停止编号了 但是其残余环流 仍然在昨天 给广西广东等地 带来了大雨或者是暴雨 受台风白露 外围环流天气影响 26号凌晨 广东信仪京洞镇田兴村 沐兴村浦江暴雨 记者看到 田兴河河岸的 稻田和蔬菜等农作物 受到了不同程度损坏 有些农作物 还浸泡在浑浊的洪水里面 洪水冲淹上露面 沐兴村部分农田作物 房屋被淹 因雨水来势迅猛 有车辆被洪水冲下河沟里 大部分车身还浸泡在水里 暴雨令部分村民房屋围墙 猪圈发生倒塌 有部分村民房屋被河水涌入 水未涨之一米 屋内的电器家具被泡在水里 现在田兴村 木兴村 正在加紧抗灾复产工作 昨天早上 广西东部部分地区 又一次遭受了强降雨的袭击 此次最大降雨出现在 溶县离村镇 达到253.3毫米 导致部分村民房屋农田受灾 道路中断 黎村镇中学是该镇受灾的重点区域 多处公共基础设施被浸泡 强降雨还导致通往黎村镇 各个村屋的主要道路中断 经过当地干部群众清理 截至昨晚22时 黎村镇24个行政村通讯全部恢复 15个村道路恢复畅通 26号凌晨 荣县阳村镇介牌村 有12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介牌村多栋民房被洪水围困 洪水深度最深处约有2至3米深 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 将12名被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 26号广西吾州市大部地区 出现了暴雨天气 有20个监测站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量 市区内一处路段发生内涝 积水深处达50厘米 一些车辆冒险在积水上涉水通行 积水导致车辆行驶缓慢 当天下午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 道路交通恢复畅通 西向部门预计 今天吴州市范围内还将持续降雨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来看一看有什么财富 新角度 蹭热点 网剧热播带火火金事 真的还未属假的乙卖火 记者探访原产地揭秘真假火金事 欲寒冬 美国汽车销售皮软 车企频频裁员 行业面临重组洗牌 最近随着一部网剧的热播 西安灵同特产火金柿子 又成为了一个爆款 淘宝的数据就显示 火金柿子的搜索量 突增2127% 那么这些网购平台上 热卖的火金柿子 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这是今年夏天热播网剧 长安十二时辰中 主演雷佳音最经典的一段表演 而他手中的西安灵同特产 火金柿子也随着火爆了起来 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火金柿子 发现有不少号称销售正宗 灵同火金柿子的商家 记者随机点进一家 发现里面销售的柿子 实际上叫七月黄 产自陕西省大利县 客服人员还表示 这种七月黄 其实和火金柿子是一个品种 对此 一名卖了多年火金柿子的店主 告诉记者 这些所谓现货先发的火金柿子 都不是真的 只有我们连同这个 它叫火金柿子 其他的都是假的 什么七月黄 六月黄 八月熟 现在发货的都是大利县 山西的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都不是火金柿子 赵双田还表示 由于还没到成熟期 他们家的火金柿子 目前还都是预售状态 但自从别的商家 开始销售假的火金柿子后 他就收到了很多退款申请 这段时间 反正一天最少退30多的 这个月月中旬的话 销量应该在2000多了 现在就掉到1000了 记者还发现 许多售卖所谓的火金柿子的店铺 显示的发货地址 并不在陕西临同区 一家店铺的客服表示 他们家卖的火金柿子 是从山西 陕西两仓随机发货 而当记者追问 柿子是否是从陵同运出的 客服则始终避而不达 我们都知道火金柿子 是西安市陵同区的历史名优特产 它的栽培已经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 那么正宗的火金柿子 是否已经上市了呢 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西安市陵同区 实地探访了火金柿子的 种植销售情况 我们来看看 在种植户陈武功家中 记者看到 年近七旬的陈武功 正在为果树修剪之夜 放眼望去 挂满枝头的火金柿子 还都是青色的 我家工程里有两枚极的火枝柿子 今年有前期园 也有这个火枝柿子的承受器 腿吃几钱 当然都是十月的正下权 火金柿子还没有成熟 却在网上销得火热 陈武功告诉记者 知道火金柿子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了 他很高兴 但一想到 现在大家在网上买到的柿子并不正宗 他很担心 这样会砸掉火金柿子的牌子 对此 当地相关部门 也提醒种植户 要注意保护火金柿子的质量 切莫着急采摘 整个这个情况 我们号召广达国农 史丝菜宰 年安死上司 不抢那个农丝 达到长手起 下手 2008年5月30号 林同火金柿子 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 专家表示 售卖假冒火金柿子 既侵犯了地理标志权利人的权益 也是对消费者的欺诈 这是很明显的 违反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 违反产品质量法 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看一个产品卖火了 都去棒大牌 棒网红 实际上是审害消费者权益 行政部门要对它进行查处 消费者可以要求它承担责任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眼下全球的汽车行业似乎都在遭遇寒冬 从印度到英国 从墨西哥到德国 频频传来各大车企裁员的消息 那么美国的汽车行业的近况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的汽车销售 自2016年达到高峰之后 就连续出现下滑 进入2019年 表现依然疲软 根据上半年 美国汽车销售的数据来看 预计今年 美国汽车销售的整体表现 会自2014年以来 首次下降到1700万台以下 而像加州这样 在车轮上运转的州 今年上半年的汽车销售 更是缩水了5.6% 而汽车市场疲软 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新车太贵了 美国老百姓买不起 新车太贵了 为了适应变化的市场 很多的汽车公司 开始进行调整 通用福特等美国汽车制造商 这两年相继停产了大量车型 其中以小型四门车为主 更加专注于SUV 和轻型卡车的生产 而这些调整都伴随着大量裁员 整个美国汽车行业 今年前四个月的裁员 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两倍 虽然美国的新车销售在下降 但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开车减少了 比如根据美国交通局的数据 今年四月 美国整体的行车公里数 还出现了年比2.5%的增长 除了现在的车款的平均寿命变长了 更多的美国人开始热衷购买 经济实惠的二手车 除了美国全世界的汽车行业的日子 似乎都不好过 德国汽车研究中心预计 今年全球汽车销售会出现 超过400万辆的下降 路透社陈一佳纽约约报道 好 谢谢一佳 今天的探秘特色亲子餐厅 我们将带您到日本 近年来日本面临着少子化危机 但是孩子的平均消费水平 却是越来越高了 各种亲子餐厅在日本是遍地开花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距离东京 大约有一小时车程的横滨市 有一座以面包超人为主题的亲子餐厅 一走进这里 就仿佛来到了动画片的世界 面包超人亲子餐厅共三层 从上到下分为游戏区 餐饮区以及购物区 游戏区根据动画故事搭建了不同的场景 工作人员扮演成动画片里的人物 让孩子们很有代入感 这个全透明的工作坊 其实是为儿童专门设计的 可以体验制作蛋糕的地方 此外这里还有十几项 可供不同年龄段儿童进行体验的项目 在面包工厂 孩子可以通过转动手柄来感受活面所需的力气 而对于年龄稍大一些的儿童 甚至可以走进真正的厨房体验制作料理的过程 为于一层的餐饮区内 提供从日式咖喱到意大利面 等几十种可供选择的菜肴 一份套餐的平均价格 约为15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00元 此外这里特有的动画角色面包 则是餐厅里最有人气的食品 几乎一整天都可以看到柜台前排起的长队 餐厅的购物区 还入住了近十家不同类型的商铺 衍生出包括零食 玩具 服饰等 在内的数百种周边商品 孩子们在游戏结束后 还可以和家长尽情地挑选纪念品 面包超人亲自餐厅 从上午十点营业到下午六点 游戏区还需要另外购买22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50元的入场券 由于场景可爱 家长轻松带娃的同时 孩子也玩得开心 这家餐厅渐渐成为了 日本国内知名度较高的室内亲子乐园 据推算 仅凭入场券 这家亲子餐厅就可以实现 每年1.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打破了 日本少死化市场困境的 亲子产业模式 面包超人亲子餐厅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业了 我们通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每天都能够吸引着数千名孩子和家长来光临 那么至今已经是连续超过了十年 目前在全国已经有五家连锁店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家动画主题的亲子餐厅常年热度不减呢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面包超人动画片热播30多年 至今仍在每周更新 在日本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动画形象 据负责人介绍 8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片长大的一代已成为父母 如今在陪着孩子娱乐的同时 自己也能回忆起童年 因此围绕着这一长寿IP 转化为利润空间更大的成年周边商品 成为了亲子餐厅制胜的关键之一 为了深入了解市场现状 记者又走访了东京近郊 一家由日本京王铁道公司经营的 以铁路为主题的亲子餐厅 这家亲子餐厅用餐区被铁轨环绕 大人们带着孩子在一边享用美食的同时 还能一边看到冒着蒸汽的小火车从餐厅穿过 火车的设计元素几乎出现在餐厅内的各个角落 由于主题新颖 尽管这家亲子餐厅远离闹市 但到了节假日 每天的客流量仍然能超过2000人次 日本的亲子餐厅最初是百货商店 为了吸引客源引进的并逐渐成熟发展 如今亲子餐厅竞争激烈 仅仅依靠门票及餐饮的单一盈利模式 已经难以立足 因此经营亲子餐厅的成败 其实在于打造主题的差异化 而无论是借助动画IP打造的面包超人餐厅 还是铁路公司经营的主题餐厅 目前较为成功的亲子餐厅 几乎毫无例外 都是依托跨界合作的方式 为自己争得更多的盈利机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 昨天上午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在重庆开幕 本届直播会的为期四天 汇集了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那么会上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跟随我们的记者 我们一起来探会直播 本届直播会总共设置了六大展区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共800多家高科技企业参展 在直播会21万平方米的展厅里 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智能化应用 工业手臂机器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万无一失 为大家弹奏起美妙的钢琴曲 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在会场里也是无处不在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来吸引观战者的目光 在5G综合展区 我们还能体验5G远程驾驶 在十公里外的地方 操控汽车在公路上行驶 走出直播会的室内展厅 就来到了直播会的室外展区 这里像不像一个美丽的小镇呢 其实它叫智慧小镇 在智慧小镇里 智能化处处在便捷着我们的生活 在智慧小镇中的无人超市 您只需刷脸进入 便能轻松购物 完成疫苗自动交费 急拿急走 而小镇中的智慧家居系统 也为我们展示了未来生活的模样 26号英国伦敦的诺丁山狂欢节 进入到第二天 虽然当天最高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 但是人们依旧是热情不减 尽情地享受着音乐和舞蹈 带给自己的欢乐 英国伦敦街头 表演者们身穿蝴蝶 花朵 孔雀 等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服饰 配合着动感的音乐翩翩起舞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也跟随着表演队伍缓缓行进 尽情狂欢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有约200万人参加 诺丁山狂欢节 享受这个欧洲规模最大的 街头文化艺术盛会 当地政府也曾派了警察 和相关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确保人们的安全 诺丁山狂欢节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由当时聚居在英国伦敦 诺丁山地区的新印度群岛移民发起 通常于每年八月举办 为期两天 至今已经逐渐演变成 宏大的多元文化节 规模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每年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成为伦敦最炙手可热的旅游项目之一 也是英国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 日前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882名舞者身穿着传统服饰 在广场上齐聚 随着旋律翩翩起舞 这也是创下了最大规模的 墨西哥民族舞蹈表演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根据规定 全场舞者必须持续舞蹈至少五分钟 中间无停顿 此外统一的服饰也是平盘标准之一 就在近日在奥地利举行了一场 最艰难的400米赛跑 那么选手们在滑雪跳台的陡坡上 艰难前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张燕在北京 祝您一天好心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